柳明如今已是真丹后期大圆满 言下之意显然要闭关冲击天象镜了 若是他当真突破了天象镜 和栏目一族的合作 恐怕就要结束了 炼丹虽然能够给柳明带来一些零食利益 但若是他的修为到了天象镜 这点零食就可有可无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人各怀心事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并逐渐的沉默了下来 一路无事 经过一个月的飞行 两人平安的回到了洛城 互相道别之后 柳明便返回到了小还原的洞府 柳明神师略移探测 见钱如平所在的密室紧闭 知道他应该还在巩固自身的修为 他刚刚突破了化精起 的确需要一段时间进修 柳明便没有打扰他 检查了一下洞府的静置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密室 柳明现在虽然集齐了所有炼制吸魂骨的条件 但是化石虫经过这一路的调养 还没有完全地恢复元气 炼骨的时间只能再往后推迟几天了 柳明给化石虫又喂食了一粒四灵完后 便盘膝坐下 挥手取出了那枚清灵族长给他的御虫一捡 这一路上因为有蓝丝在 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查看一下 柳明的神石很快沉浸在御检之内 足足两三个时辰之后 他才再次睁开眼睛 原来御虫之道还有这么多的手法 当真是匪夷所思啊 他目光闪烁口中喃喃地说道 御检之上记载的御虫手段可谓是详细无比 对于不同属性的灵蝎 都分门别类的详细记载了其生活习性 忌讳之事 以及培养进阶的方法 按照预见上的分类 古蝎原本应属于和阴属性鬼蝎 比较相似的一类灵虫 但是蝎儿经过多次变异 还吞噬了一枚丝尘其瘦的卵 已经不能按照一般的灵蝎来饲养了 不过柳明还是在上面找到了一两种 有可能帮助蝎儿进阶的法子 但是这两种法子 目前而言都比较难以达成 需要一定的机缘 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心中有些后悔 用一枚珍贵的赤颜丹 混来这么一个有些鸡肋的预见 不过在这门玉剪上 也不是一无所获 柳明取下了挂在腰间的绿色葫芦 上下打量一下 喃喃自语了一句 想不到这个话音葫芦 竟然还是由鬼王墓所致而成 有关鬼王墓 他也曾经听说过 此墓号称上古三大阴墓之一 对于修炼阴属性功法的人来说 不管是用于炼器还是辅助修炼 都有极大的价值 但是由于鬼王墓内部蕴含的阴气过于精纯 除了一两种传闻中的特殊灵体 其他修士若是直接利用鬼王墓修炼轨道功法 虽然修为提升颇快 但容易伤及元气 甚至影响性情 柳明心中暗暗地猜测 谢儿近来有些暴躁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看来日后要多多提醒他了 接下来的时间 他一直在洞府中闭门不出 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炼制吸魂骨的过程 如此又经过了半个月的调养 化石虫终于恢复了元气 柳明当即开始准备炼制吸魂骨起来 说是炼骨 其大致的过程与炼制丹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柳明先是在整个房间中 布下了一座隔离神石的小型阵法 炼骨之时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 不能被任何事情所打扰 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柳明静坐了半天 将心境调整到了极为安稳的状态 一挥手 一个金色的翁状的气敏出现在面前 此物是炼骨时必备的炼骨敏 表面面刻着不少玄奥的符纹 是柳明从铁腰宗颜的厨戒中找到的 品质颇为不凡 绝对不低于他的六神顶 随即他再次的一挥手 身旁多出了十几个瓶瓶罐罐的东西 这些是炼制吸魂骨的各种材料 轻忽了一口气 柳明手指在手腕上一滑 一缕鲜血缓缓注入炼骨敏中 大多数的古术都需要以炼制者本身的鲜血为媒 吸魂骨也是如此 流出了小半米鲜血之后 柳明在手腕上轻轻一扶 闭住了山口 然后他两手在身前交握 接出了一个古怪的手印 同时嘴唇开合 发出了古怪的阴结 突然齐驱止一弹 一道黑光落进了炼骨敏中 炼骨敏的鲜血轰的一声 燃起了一人多高的血色火焰 柳明的神情 骤然变得极为专注起来 一挥手 一条黑色蚕虫从他手中飞了出来 落进了炼骨敏窜起的血焰中 正是骷髅残 骷髅残顿时发出嘶嘶的叫声 似乎极为痛楚 口一张 便要吐出什么来 柳明目光一闪 手中发出了一道黑光 将骷髅残包裹在里面 骷髅残身体一僵 全身几乎被黑光禁锢了一般 丝毫不能动弹 慢慢地被血焰所淹没 柳明口中永念的古怪音节 速度顿时加快了不少 两手也不断弹动 一道道黑光 没入炼骨敏当中 原本鲜红色的火焰 此颗颜色慢慢地加深 渐渐地变成了暗红色 看到此幕 柳明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这炼骨的第一步总算是完成了 他对着一个瓶子一点 里面飞出了一团白色的液体 在他的法力牵眼下 落进了炼骨敏中 接下来是一颗单红色灵虫的尸体 柳明不断地将各种材料加入炼骨敏中 敏中的血液颜色也不断地变化 当最后一件绿泽草叶 融入了炼骨敏中之后 窜起的火焰骤然熄灭 而敏中的血液 也已经变成了暗紫色的液体 而且看起来粘稠无比 好 一切都和预见上记载了一样 柳明放下了一半的心 这都归功于他的炼丹能力 不过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一抬手 一道金光从他身上飞了出来 正是化石虫 柳明口中一阵念念有词 手再眉心一点 一道半透明的物质飞射而出 正是他千锤百炼的精神力 在半空中化作一棚半透明的细丝 一圈圈地缠在了化石虫的身上 形成了一团气泡模样的东西 他手一眼 半透明气泡包裹着化石虫 缓缓沉入了炼骨敏中的暗紫色液体之内 柳明的脸一阵扭曲 他的精神力一碰触到炼气敏中的紫色液体 一股千刀万挂的痛楚 立刻传递了过来 化石虫也随之发出痛苦的死角 在柳明的精神力禁骨中左冲右突 更加加剧柳明的痛楚 柳明深深吸了一口气 眼角抽搐了几下后 面色神色渐渐平静下来 口中俱续地念动起古怪的咒语 两手一阵车轮般的变化 不断打出一道道发觉 随着包裹化石虫的气泡彻底没入紫色液体中 一阵砰砰的声响随之响起 紫色液体表面冒出数个气泡 纷纷破灭后 一个小小的漩涡浮现而出 而漩涡的中心处正是化石虫 敏中的液体开始慢慢地融入化石虫的身体 化石虫也随之发出了阵阵的痛苦丝鸣声 柳明脸色瞬间白了几分 不过它的动作没有丝毫停顿 这才只是开始而已 数天后洞赴客厅之内 秦如平正坐在圆桌前 脸上露出几分不安的神色 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在各种担要的辅助下 他的修为境界终于稳定了下来 但是他已出关 却发现柳明早已经返回 便一直将自己关在密室当中 还在周围布下了一座坚固的隔断静纸 已经有四十几天了吧 秦如平把玩着手里的一块传讯灵符 这是柳明闭关练古之前发给秦如平的 不过他没有细说自己闭关的原因 明大哥难道又在修炼什么秘书了吗 秦如平暗暗地猜测道 便在此刻柳明所在密室中一阵清光闪烁 布置的阵法轰然消散 伴随着一阵吱压的声响 房间大门也缓缓打开 一声兴奋的长啸从里面传了出来 人影一花 柳明的身影出现在了大厅当中 他的肩头赫然趴扶着一只半尺来长 犹如残葱一般的怪虫 暗紫色体表之外布满了一圈圈但金色的纹路和斑点 头颅处则长着一只血色小眼 还有一个白色的骷髅印记 明大哥啊 秦如平连忙站了起来 不过他的目光落在柳明尖头的紫色蚕虫上 突然一股惊恐的表情浮现而出 仿佛看到了极为恐怖的事情一样 抱歉 忘记将其收起来了 柳明看到此景 哑然一笑道 说话之间 他挥手打出了一道法诀 口中涌念了几句咒语 紫色蚕虫发出一声轻轻的嘶叫 身体盘缩了起来 下一刻 他的身体砰的一声 化作了一团暗紫色气体 一个模糊之下 竟溶进了柳明的皮肤之中 消失不见了 秦如平此刻才松了一口气 拍了拍胸口 有些心有一句地说道 明大哥 刚刚那是什么呀 哦 是我刚刚炼成的一个蛊虫 对修饰神魂有特殊的作用 所以你才会感到不适的 柳明淡淡地说道 心中却暗暗地欣喜 秦如平如今已是化精修饰 对西魂谷散发出的一小部分力量 都感到惊惧 看来此次炼制出的西魂谷 威力还在自己预料之上 几天之后 小火炎洞赴大厅中 柳明正在向秦如平 讲述一些修道上的经验 突然 柳明神色一动 单手一招 一张黑色符露 从洞外击射而至 被其捏于手中 在看到符露之上 边角处一个通字之后 他的墓中金光一闪 单手掐着黑色符露 便朝着额间贴去 片刻之后 柳明露出大喜之色 豁然站起身来 明大哥 何时让你如此开心呢 秦如平面露疑惑之色的问道 我之前在通展阁的时候 发布的寻找寒香精的任务 没想到今天竟然有消息了 接下来我恐怕又要出一趟远门了 柳明文言 微微一笑地解释道 明大哥 之前你都以我修为不足 让我待在洞府内 如今我已经化精了 你总不能让我总待在这里吧 而且 你也说过 这寒香精极为难补 正好我精通法阵 说不定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呢 秦如平一听 顿时露出一丝期待之色地说道 这 既然如此 你我便一同前去吧 柳明略微想了想后 就点头说道 秦如平顿时大喜过望 赶紧准备一番之后 便跟着柳明向洞府之外飞顿而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二人便来到了通展阁的 一间雅氏之内 雅氏不大 但布置还算干净 一张弧形的石桌旁 已经端坐了三名修士 为首的是一名身穿青色道袍的青年男子 两侧则是各坐了一名三十来岁的刀疤少妇 和一名魁梧大汉 赫然是当初柳明刚刚入住校还原时 前来拜访的颜卿等人 众人相见的瞬间 柳明顿时露出了一丝哑然之色 柳道友 没想到发布任务之人竟然是你 我等也算是有缘之人了 颜卿见此 微微一正 继而起身双手一抱拳道 另外两人也是微微一笑 起身行了一礼 对于一同前来的贤如瓶 颜卿三人只是打亮了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既然三位道友都是熟人 那刘某也就不多客套了 这寒香惊的消息对我十分重要 希望几位道友能够不令赐教 柳明文言还了一礼之后 淡淡地说道 说来也巧啊 前些日子 我和另外两位道友 从西城出发 前往吴近海做任务 结果意外地被一群吞天沙追杀 慌不择路之下 逃进了一座充满白色雾气的岛屿 我等三人潜伏了数天之后 意外地发现了一头正在进食的巨大惊兽 多亏了敬险子观察仔细 我这才认出了 此寿乃是传闻之中的寒香惊 正好我经常前去通产阁 知道有这么一个任务 于是我等便赶紧回来了 言情目中深色一闪 看了身旁的两位同伴之后 缓缓地说道 哦 不知那座岛屿距离此处有多远 柳明眉头一条 期待地问道 我等三人一路飞顿而回 为了防止再次遭遇吞天杀 绕了一些远路 若是直接前往的话 大概只需要七八天的功夫 言青略以沉吟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各位道友在前面带路了 当然 任务上只是要你们帮忙找到寒香惊的所在 至于出手一事 到时候不劳烦各位 柳明略以沉思淡淡地说道 言情散任文言自然没有意见 片刻之后 树岛流光从落城东侧的港口处冲天而起 朝着东侧无尽海的方向飞顿而去 感谢收听 摩天计